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接下來這個Tutorial是第35個Tutorial的第三部分的第二小節 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Unsubstitute 在這個 Unsubstitute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呢 它是在屬於這個3.1的部分 然後現在要去找第三個method 第三個method它是在這裡 它一樣是要去Moga Outparameter method 然後這邊Copy一下 然後在這邊的話我要打開的是NUnit 這個 Unsubstitute 把這個打開來 然後Copy到這邊來 1 2 3 4 5 貼上 那接下來呢 它就可以直接跑啦 然後按Kanjure的B一下 它是可以Build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城市碼 在城市碼的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 是我們之前在M为什么 我們要先製造GamerMog 之後才可以製造ºGamerObject 可是在這邊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只需要使用0面MA律 是eno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首先我們先製造一個0面MA律 我們製造了0面MA律 我們製造了0面 GTA 新的Stream叫Output 叫PortionBetter 那這邊也是Create新的Output叫PortionBetter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使用的是GamerMock 然後這個是Mock的部分 我們使用SetArt的Method 可是呢我們使用Unsubstitute的時候呢 我們只需要直接把這個GamerObject 去呼叫我們要設定的 這個Method叫做UpgradePortion 那這個UpgradePortion呢 我們一樣是要把PortionA放進去 然後它的Output呢 是應該是要等於這個PortionBetter 然後接下來它就是要ReturnTrue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的Impult是PortionA的時候 我們Output是PortionBetter 它這個時候呢就會ReturnTrue 它這個時候會ReturnTrue OK?好 那這時候就發生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MockART的時候呢 我再Create一個新的Result 我Create新的Result之後呢 接下來我去做一個Assert的動作 然後把這個Output呢放到Result上面 然後接下來在Requal 我們會發現這個Result 會跟這個Output 會是一樣的東東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好 在這裡 我們先把下面的這個 先把下面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好 我們先看說 Input 如果是PortionA Output 還是一樣是PortionBetter的話 這個是ReturnTrue OK? 這是ReturnTrue 好 這個是很正常的現象 好 OK? 那我們先把下面這個地方 先把它CMEN起來 錯了 先把它CMEN起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 Ctrl Shift B之後 然後呢 Ctrl Shift B之後 然後去找出 不是你 是這裡 去找 就這一個 那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Right Click Run Select Test 好 它就要去 Run Select Test 好 代表說它是有過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遇到一個神奇的東西了 好 怎麼這樣神奇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當我們的Test Method 是OnHeadleCase的時候 它會Get一個 我們無法預測的Result 好 那這邊要先跟你講說 就是在預測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你並沒有 設定的話 那它就要Return這個 它這個Booling的DefaultValue 那Booling的DefaultValue 那Booling的DefaultValue 是因為它這邊 這一個 UpgradePortion 它是會Return一個Booling值 那Booling值的DefaultValue 就是False 那所以照理說 它應該要ReturnFalse才對 好 那 It will returnFalse Because output is not match NSubstitute cannot really test Output parameter But Mock can test Output parameter 當然其實 the truth is 兩個都不太行 那我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你可以看到在Mock裡面呢 我先Create一個新的 我先Create一個新的Result 新的Result Create完之後呢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跑一次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Result 會跟上面這個Output Output就是Portion Beta 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在NSubstitute裡面呢 我現在Create一個新的 那個Result 然後呢 我一樣是去呼叫PortionA 然後我這邊會Return一個 Result出來 很意外的 很意外的是什麼呢 很意外的 照理說 這應該是ReturnTrue才對 可是呢 這邊是ReturnFalse 很奇怪啊 我先把下面這個東西 卡面掉一下 好 那 我先證明給你看 它照理說應該是ReturnTrue 可是呢 我們在跑的時候 它就GG給你看 它會FailTest 所以呢 先把它改回在EastFalse 好 然後right click 然後它又可以跑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靈異見像 就是說 明明有設定說 當你的Import是PortionA的時候 我們的Output 應該會變成PortionBetter 可是它Output 這個並沒有變成PortionBetter 這個Output還是一樣是空的值 應該是空的值 你不信的話 你可以Debug一下 但是我懶得Debug給你看 反正呢 就說 它並不會去設定它 所以呢 就是 這邊會ReturnFalse 這就很奇怪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 在NSubstitute裡面呢 你的Output 你不只Import一樣 你的Output parameter 這個東西 也必須要完全跟上面的 這個Output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不然的話 它不會ReturnTrue啊 這是完全很奇怪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是Output 變成一個Resort的話 不好意思喔 它並沒有符合你上面的這一個條件 並沒有符合你這個條件 所以呢 它就會ReturnFalse 因為它並 它是 它是並沒有被設定的 叫做Unspecific 然後那 這樣子的話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引擬現象 可是在Mog底下呢 它是可以被設定的 可是在Unsubst底下呢 它是不可以被設定的 這是 它很奇怪的差別 那接下來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一樣是Portion B Portion B Portion B 它應該也是ReturnFalse 這個很正常啊 因為我們只有森林Portion A 沒有設定Portion B 可是我的Output parameter 一樣也是設定這個Output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時候也是ReturnFalse 這是正常現象 所以這個東西是完全正常 可是這個不正常 這個就是不正常 好 那所以呢 在Mog裡面呢 不正常的是在這裡 好 可是呢 在Unsubstitute裡面呢 不正常的是在這裡 好 所以你就發現說它就是奇怪 好 那 有關於Output parameter 不管你是用Mog 還是用這個 Unsubstitute呢 其實都沒有那麼好用 好 那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就經過實驗證明之後 我發現它就很奇怪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好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先Copy一下 那你把這個拉開來 你會發現 好 這邊有一個Unsubstitute 那這邊也有一個Unsubstitute 但是是用Mstest寫的 那我就把它Copy到這邊來 然後一樣是1 然後2 3 4 5 貼上 好 貼上之後呢 把這個東西改成Test method 好 這樣就搞定了 那我就來RunAll一次給你看 好 RunAll 它就會把全部的Test全部跑一次 好 全部跑一次 到目前為止 每一個Test應該都是要過 好 那我們使用Unsubstitute的部分 就算講完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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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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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